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ICR的核能發電教學 上次我們有提到要怎麼把核能發電常蓋的安全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地方我忽略掉了 就是我們測試的雙層的防暴石牆的確可以阻擋掉所有的核能爆炸威力 但是你的核能發電機通常不會是瞬間就爆炸 不會像我們測試一樣爆的這麼快 而是會高溫一段時間 但是85%以上的溫度之後 它會開始溶解周圍5x5範圍內的任何東西 這時候你的防暴石可能就會被溶解 這樣它真的爆炸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返回原本的防禦效果了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建造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還是把核能發電機關牆壁離開5個遠 這樣才能確保它在融化的時候不會融化到牆壁 然後可以看到我這個核能發電場 因為我要進來所以有放了門跟防暴玻璃 它們一樣都是兩層可以完全阻擋傷害 但是它們會被削減掉一層 如果威力勾打的話 它們的堅固度還是沒有防暴石這麼的好 所以如果要用透明材料的話要考慮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想要來講怎麼樣製造核能發電的燃料棒 還有燃料棒產能的計算公式 首先我們從製造看起 如果像我一樣裝了NEI的話 會發現按R好像看不到燃料棒的合成表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BUG之類的 燃料棒的合成方式我們就一步一步來看 這邊是我做了燃料棒的簡易純IC2自動化製造流程 首先要先把 釉礦磨粉磨碎之後 把這個粉碎的釉礦透過礦物清洗洗乾淨 洗乾淨它會洗出小出的千粉石粉還有 因為我用的是單元罐所以它會有空罐子 那這方面的話因為我沒有裝其他模組 所以稍微麻煩了一些 洗乾淨之後乾淨的粉碎油框經過這個熱離心機 就可以被離心塵用238跟小塊的用235 需要加熱我們等它一下 好 加熱完成 經過離心塵用238跟小塊的用235之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合成公式 3個238小塊2353個再來3個238 這樣子去組合成濃縮又燃料 再來我們再把濃縮又燃料裝進油鐵錠經過 金屬樣板機打成鐵板再擠製成空的燃料棒的這個罐子裡面 把它封進去之後就會得到一個三管的燃料棒 那這個燃料棒它可以變成像這種2連跟4連的燃料棒 如果需要的話就是在它後面再加上一個工作坦 然後去把它合成這樣子可以合成2連的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再合成4連的 4連的合成其實還可以直接從單管的開始做起 但是如果要像我這樣一連關做下去的自動化方式的話 我不推薦大家使用上面的合成表 而且如果你使用下面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就把過程停在這我就拿到2連的 把這個過程繼續下去就可以拿到4連的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控制一些 再來我們來認識一下燃料棒 產出能量的計算公式 既然是公式的話就必須要先講一些未知數的意義 首先P就是每格燃料棒產出的倍率 就是像這樣這一格產出的倍率是多少 這一格產出的倍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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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的話就是燃料棒上下左右 有幾格是有燃料棒的 注意是格不是根 就像剛剛一樣是算格的 它格比這個有或沒有 所以N最小就是0 最多就是4 C的話就是多少連的燃料棒 像這個C就等於2連的 這個C就等於14連的 再來E是產能 就是最後產出的EU 每T格產生多少EU 那單管的公式就是 P倍率會等於1加上N 1是它自己 N是它隔壁有多少個 就是因為 中子會互相反射 所以會增加發電量 依照這個公式去計算的話 像這個它的P就是1 因為它周邊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P是1 那這個一樣周邊沒有任何東西 可是它是2連的 2連跟4連的話 它的公式是P等於1 加C除以2加N 所以1加上C除以2 它的C是2 C除以2是1 所以1加1等於2 周邊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2 那這個呢 就是1加4除以2 所以是3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多個的話會怎麼樣 那順便也來算一下 它發電實際上到底發多少 如果你的燃料棒是兩根這樣 單根的擺在一起的話 這一根 它是1加上1 這一根它也是1加上1 所以它們兩個都是2 它們兩個的P都是2 那換成電的話 那單根的發電功率 是把那一格的P去乘以5 之後全部相加在一起 所以呢這個就是2乘以5 加上2乘以5 所以這一個兩個擺在一起 它的發電量就會是20 那這個三個的話 1加上隔壁一個 所以2 1加上隔壁兩個 3 1加上隔壁一個 所以2 它們的發電量就是10 15 10 加起來就是35 我們可以去看看 實際上放進發電機裡面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大家不要理我這個冷卻亂堆的 冷卻了我們之後再說 放入兩根的確是20 放入三根 的確是35 沒有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多根的擺在一起 一起算吧 這個的P代表1 加上1 C除以2 2除以2 1 1加上1 加上隔壁一個 1加1加1 所以是3 這一根也是 3 多根的 它的1是 要再多乘一個C 所以它是5 乘以C乘以P 所以這個3 P等於3 再乘以2 乘以5 所以這個30 這個30 加起來就是60 那這邊的話 1加上2 加上1 4 1加上2 加上2 加上2 5 1加上2 加上1 所以是4 那它的產天量就是 4乘以4 乘以5 加上5乘以4乘以5 再加上4乘以4乘以5 這樣子就是260 我們可以去看看 對不對 沒錯嘛 這兩個2的是60 很OK 3個4的 260 也很OK 這就是 這就是 侯能發電它的 產電的計算方式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好 這個就比較 複雜一點了 大家一起算算看嗎 可以在這邊暫停一下 算好了 那我們來一起 看看 究竟對不對 對 首先第一根 燃料棒 它1加上 旁邊兩個 所以它是3 第二個 1加上 C除了1 再加上旁邊 1 2 3 所以1加1加3 等於5 這邊 1加上 1加上 1 所以 等於3 這個 我會發現 其實這邊 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 它也是5 中間的話 1加上 C除2 2 1加2 3 3加上 周邊 1 2 3 4 所以是7 然後這邊也是5 這邊是3 這邊是5 這邊是3 對 我們的每一根的P 都就是這樣子 那 總電量呢 總電量的部分就是 3 乘以 1根嘛 所以不用乘 再乘5 加上 其實我們會發現 P是3的 都是1根的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算 好 我再說一次 1根的 P等於3 它總共有4個 3 乘以5 乘以4個 再來 加上 2根的 P等於5的 也有4個 所以 5 P等於5 P乘以5 再乘以5 再乘以4根 再加上 7 乘以5 乘以5 答案是400 400U 來看一下對不對 應該不會爆炸 400沒有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算對呢 可以在右上方的資訊卡投票一下 看你到底有沒有算對 讓我知道 那我們這集的短料棒講解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鳥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哎呦我打破什麼東西了 掰掰